胡歌自从结婚之后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太好 经常在社交平台发一些颓废的照片和动态 之前不仅说要退圈五年 还深夜发文道歉 胡子拉叉眼全通红 看起来很悲伤 看到胡歌的这些情况 有粉丝们担心不已 但也有粉丝提出质疑 认为胡歌是故意的 可能是在为新的电影《不需此行》增加热度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胡歌删除了那些负面的动态 开始继续宣传自己的新电影 9月12日 有网友爆料称 在成都的地铁上偶遇了胡歌 当时的胡歌手里抱着一个熊猫 和《不需此行》的工作人员 坐地铁参加录演 一行人在地铁上有说有笑 丝毫不在意身边其他人的目光 当天 胡歌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袖长裤 似乎很怕冷的样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 胡歌没有戴口罩 大大方方让路人拍照 他手里抱着一个熊猫 一路上都没有撒手 看起来很珍惜 也很喜欢 这次露面 胡歌的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心情也比较阳光 但脸上的皱纹却是很明显 看起来有点苍老 在说话的时候 胡歌脖颈上的青筋凸起 看起来有点触目惊心 不知道是因为太瘦 还是其他原因 身为一个明星 胡歌在人潮涌动的地铁上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受欢迎 只有极少数的人围在胡歌身边 拿手机对着他拍照 大部分根本不关心 都坐在位置上玩手机 或者做着自己的事情 对于这个大明星丝毫的不关心 值得注意的是 胡歌从上地铁开始 就一直和工作人员一起站着 因为无人让座惹出了争议 有网友认为 胡歌作为一个明星 应该有人给让座 而不是让他一直站着 尤其是粉丝 更应该让出座位 不过也有网友不认同 胡歌就算是明星 上了地铁 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而且胡歌还没有到 需要让座的年纪 为什么要让座 而且地铁里 基本上都是普通上班族 辛苦上班了一天 挣了个三五百 却要给一个工作 日入百万的人让座 这合适吗 说老弱病残 又其中一条 别人为什么要让座 就算他是明星 也不是别人让座的理由 也更加不能使用特权 不是吗 其实胡歌既然选择坐地铁 那么肯定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而且他和工作人员 只站在了门口为止 就是不想给他人造成困扰 要不然他就不会坐地铁了 坐地铁就是为了体验生活 也是为了宣传电影 粉丝还是不要给他招黑了吧 最后还是想说 胡歌虽然是明星 但他也是个普通人 明星只是个职业 并不是什么特权 当他和普通人一样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 他明星的身份就特殊对待 他自己应该也不希望这样 大家觉得是不是 接下来说 胡歌坐地铁 遇到尴尬冷场 一路说笑 皱纹明显 无人让座惹争议 曾经让无数女孩心动的男神 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颓废的大叔 近日有网友在地铁上 偶遇了胡歌 他正在和不需此行的工作人员 一起参加路演 他们在地铁上聊天笑闹 毫不在意周围的眼光 网友拍下了胡歌的照片 并上传到了网络上 照片中 胡歌身穿黑色长袖长裤 现在的天气 这身打扮着实有些厚了 他没有戴口罩 大方地露出了自己的脸 他手里抱着一只熊猫 一直不放手 似乎很喜欢他 这只熊猫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难道是胡歌从四川大熊猫基地 带回来的吗 还是他从电影里拿来的道具呢 其实这只熊猫叫做小白 是不需此行电影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它是一只会说话的机器人熊猫 和胡歌饰演的科学家 一起经历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 所以胡歌抱着小白坐地铁是为了给电影造势 这次出现在地铁上 胡歌看起来心情很好 笑容很灿烂 但是他的脸上却有着明显的皱纹 显得有些老态 而且他说话时脖子上的青筋爆气 让人有些担心 这是为什么呢 有网友说 这都是胡歌为了拍好电影而付出的努力 据说胡歌为了拍摄不需此行 不仅要在高原上跑步 在沙漠里骑马 在海底里潜水 还要和小白对戏 这些都对他的身体和演技都是极大的挑战 所以胡歌不得不减肥 保持体力和耐力 而且他还要想象小白是一个有感情的伙伴 这对于他也是一种心理压力 所以胡歌的脸上的皱纹和青筋 并不是颓废和衰老 而是努力和坚持 不过作为一个明星 胡歌突然乘坐地铁 却遭遇了尴尬冷场 画面中可以看到 偶尔有乘客拿出手机给胡歌拍个照 但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他 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玩手机 或者做自己其他的事情 更让人意外的是 胡歌从上地铁开始 就一直和工作人员一起站着 因为没有人给他让坐 这引起了一些网友的争议 有人认为 胡歌作为一个明星 应该有人给他让坐 尤其是粉丝 但也有人认为 胡歌就算是明星 也不应该享受特权 他还没有到需要让坐的年纪 为什么要让坐 而且坐地铁的大部分都是上班族 让日入两三百的人 给日入百万的明星让坐 合适吗 其实在地铁上 没有人给胡歌让坐很正常 胡歌并不属于老弱病残幼的范畴 别人没有义务给他让坐 而且胡歌也没有要求别人给他让坐 他只是站在门口的位置 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 如果他真的想坐下来 他可以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 胡歌做地铁的行为虽然有些争议 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和支持 一方面 这是一次很好的宣传电影的机会 胡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让大家对不需此行这部电影 产生了兴趣和期待 另一方面 这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体验生活的尝试 胡歌用自己的勇气和决心 来挑战了自己的舒适区 让自己感受到了不同的人和事 最后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遇到了胡歌坐地铁 你们会怎么坐呢 你们会给他让坐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